作詞 作曲 李宗盛 來到意粉熊的最後一集 今天我要反轉傳統 就是做一個史上最簡單 但是弄出來一點都不簡單的 意粉一鑊熟 究竟什麼為意粉一鑊熟呢 現在就告訴你了 材料當然有我們的主角意粉 這個是羅勒葉 即是Baisel 這個是煙山文魚 巴馬山起司 洋蔥 車尼茄 第一步 我們就要將洋蔥切成絲 出來的茄, 還是把它切成一半 讓它更容易出味 然後我們加一些橄欖油 放進鍋子裡 鍋子不夠太小 要把意粉放進去 好, 我們就先爆一下洋蔥 與此同時 我們不斷切兩刀的三文魚 就放進去 好, 接著 我們就可以加意粉了 是不是很神奇呢 為什麼意粉不用先煮好呢 這個就是一鍋熟的秘技 接著我們就把意粉 放在鍋裡 然後加水 讓我們切成糕 切成糕 讓我們這樣做 然後可以把那些狀 放進去 一起煮 再將那些茄子 扔進去 然後一直看著它 直至意粉吸食 都可以了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意粉的汤已经收水,收到七七八八了 我们最后就可以试试意粉够不够咸和够不够腍 最后,我们就将那些bizel的叶子放进去 bizel的叶子为什么没有一次过一开始就放进去煮呢 因为那些叶子会变成黑色的,所以就不漂亮了 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是将那些bizel的叶子拿出来 因为我们是用来拿味的,其实那些叶子,它有纤维很多 那我们就不会吃的 然后,再将大量的芝士 搅拌一下,直到芝士溶了 这样就可以上碟了 这个非常酸酸的意粉 最后,再加一些黑椒在上面 再放多一块bizel的叶子在上面 这样,这个意粉一锅熟就完成了 虽然它的做法很简单 但是它的味道是充满一种日本的日式意粉的风味 大家一起试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